城大医院开刀房今天发生砍人案,心脏外科叶赫摩小组42岁林性技术师, 一因与同组陈庆53岁女护理师不合积怨,上午吃狐蝶刀行凶,晚间依杀人未遂罪嫌,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 晚间经检方讯问后,任被告涉犯杀人未遂,伤害,医疗法第106条第三项罪嫌重大,所犯为重罪,有色当理由任有逃亡,反复实施统一犯罪之余,向法院申请羁押。 警方调查,林贤因参与手术前又遭陈庆护理师冷言讥讽,犯而身藏蝴蝶刀进入开刀房,朝正在准备手术作业的陈庆护理师兄,复连刺五刀,陈抢救后仍在加护病房观察,一旁胡姓女医师出手要拉开左手也被划伤,林行凶不到一分钟即从容离开,随后在脸书流下终结霸凌四字, 步行到医院附近市井五分局开园派出所投案。 成大林性技术师晚间一杀人未遂罪先,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,检方认涉嫌重大,向台南地院声请羁押。 记者周宗珍摄影 分享